我比較喜歡管弦樂的音樂 因為在同一個獨奏合作的時候 方向平時都是給獨奏去定的 但是如果只是譬如一首布拉姆斯的交響曲 方向是完全是指揮去定 我覺得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 因為你在樂隊裏面有很多不同的樂器 有二十幾種三十幾種樂器 每一種樂器它的聲音 它的大小聲或者它的高低音 或者它的聲音本身的質量都是不同 其實有時候好像一個畫家 你面前可能有十幾種顏色 你要把它混合在一起 你要想辦法怎樣去混合得最漂亮 誰比較重 誰比較輕 其實做指揮有一點跟畫家一樣的感覺 這個我覺得其實是最好玩的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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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